有我就聽到一個傳聞 銀行那邊開始不會借錢給魔貨的買價 即是他們魔貨的話 其實風險承受就開始多了 現實來說這件事是好事 都倒絕了一批魔貨的買價 什麼叫魔貨呢? 就是簡單我向A軍用500萬賣進來 我轉過頭 例如1-2分鐘簽名合約 立即掛盤 掛560萬賣出去 短期內希望賺到一個好賣的收益 這件事我之前也說過有機會發生 家戶山莊那邊已經發生了幾遲 以我所知 這也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魔貨的買家 在銀行那邊借不到錢 魔貨買家那些買家會不會借到錢 我猜銀行應該case by case 當然如果接魔貨的買家很有實力 它供貸現在都平平安 銀行那邊其實都挺難做的 你想想 現在息率更高 它簡單做一個定期的存款息率 大概是4-5厘 現在它借錢給賣家收回來的息 一般是4.125 還要扣上那個cash rate 它是蝕著錢去做生意的 為什麼銀行要蝕著錢去做生意呢? 因為他們是看長線的 按揭這件事不是短暫的需求 而息率都不會維持 二三十年都是這麼高的 所以銀行在今時今日都會選一些比較優質的買家去借錢 短期內令樓價上升了五十八或者一百萬 那股價那邊未必會即時追到 銀行的風險又會大了 銀行會考慮 但我覺得不會一刀切去擠死它 但魔貨炒家都要住 摺魔貨的人或者實質用家 是個案子 最主要都是看借款型的TU 或者財務能力 有一個情況就是 它會做生意 但它會用之前未摩的口交去借錢給你 有機會抬回一個差 會令到有些買家有點失軟 但來講 魔貨的業主貨未必那麼受歡迎 都是一個倒著炒風的其中一個很好的招數 只不過這件事不供政府 供銀行體系去自我監管 銀行體系是一個商業體系 它都有一些私人的口糧 都不是一個法定要求 即作為一個地產代理 假設遇到這樣的下 我會跟它提供其中的風險 買賣物業或者做任何投資 都是一個叫風險控制的事情 即是你控制到你的風險 你買入市 你控制不到風險 就退一兩格 去減輕自己的負擔成本 去入市 你真的不看好的話 就不要入市 等到你自己真的有信心賣入市 所有人都是成年人 所有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 或者簽名去負責任 科科那些囚家 他們有這種魄力去賺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看著氣息發生 都沒有所謂 每個人的策略或者定位 完全不同 所有利益都伴隨風險 食得咸魚 抵得學 就這麼簡單 你羨慕別人的利益 但你又不想承受別人 以有的風險 你可以做的 沒有那麼風險 那時候才去做 什麼時候會沒有那麼風險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當市場上說 一片風平浪 是不是代表真的沒有風險 有機會是 風暴前夕的寧靜 都未頂 所以 都要說一句 人家吃得咸魚 抵得學 人家真的用了一筆錢 沒有了一個風險 但你不帶到它的利用 你恭喜它 是可以的 有時它成為咸魚 被咸魚骨勾死 也有機會 風險這件事 你就自己去衡量 如果有能力 就買刀劍 沒有能力 就退兩步 看看賣不買到 如果完全沒有能力 就坐椅子看電影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請看電影